这节课呢咱们看一下就是说Demeter测试过程中的一些就是说 实力还有说更更加深入一些的这个Demeter测试的一些脚本知识 这块呢主要呢说两大方面啊 第一个呢就是说Demeter脚本的一个测试脚本的这个强化 那我们其实呢在学任何一个开发员 任何一个测试工具的时候 都会讲到这个什么呀脚本增强吧 像你们大家呢在QTP学习的时候肯定学了参数化 检查点输出值 学过吧 把程序运行过程中的这个内容呢输出到数据表中对吧 然后呢在学这个loadrunner的时候 咱们也说集合点插入事物 对吧文本检查点参数化 对吧在postman里边呢 咱们也讲了一个参数化吧 那在这个下面呢在讲这个loadrunner 在讲这个Demeter啊咱们也会从以上刚才说的那些共性的一些内容里边呢去做这个说明 因为呢Demeter它也是一个什么样性能测试工具 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测试脚本强化里边的增强里边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第二大内容呢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说 嗯 复杂一点的也是比较实用一个的东西 就是Demeter呢用于接口啊系统间的这个接口测试 那我们这些天呢就这这几这两天课呢一直在讲的都是 Demeter呢用于这个什么样单一的系统内内部的这个什么样接口测试 对吧哎我们从这个系统里边 嗯就是获取数据或者说让他呢上传数据 对吧都是在一个系统中做的 那如果呢把它放到多个系统中的时候 这时候又会怎么办呢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美团系统 可以呢用这个呃QQ号呢去登录对吧 那这时候呢涉及到的系统呢就不再是美团自己了 而是还有这个什么呀QQ吧哎那他调用了QQ的这个什么呀 腾讯的这个登录接口对吧哎然后呢呃传了一些数据过去 数据过去之后呢腾讯是不是会反馈给 美团这边程序判断一个参数吧哎然后呢美团呢根据这个 返回值对吧根据这个腾讯的返回值 然后呢再判断这个用户能不能登录这个 美团系统 来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哎那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单一的系统测试 那这是我们学习的一方面那么 系统间的这个接口测试是我们这个实际工作中的一个实际要求 啊那在这里面呢只要了解了原理 其实呢他的所有内容呢都是比较简单的 好下面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先看第一个问题 这边他呢测试那脚本的这个增强这块呢将会从三个方向呢去说明啊三个方向去说明那第一个呢是参数化设置第二个呢是断言第三个呢是集合点 啊那么大家还记得这个在load runner里面集合点的作用是什么吗 什么呀 实现真正的并发是吧哎没错啊实现真正的并发 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三个里面呢就是说第一个啊 第一个呢是参数化设置啊参数化设置的过程中呢就是啊在脚本运行的时候呢 使用变量代替常量的一个过程 这也是我们这个自动化啊要做自动化测试呢非常关键的一项内容啊在这里面呢给大家呢举了一个例子啊举了一个例子 那么在这个程序界面处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一个系统的一个登录过程啊这是曾经呢是在就本地呃做的这个本地做的这个案例 然后呢去登录那么在登录的过程中呢这个系统呢是需要两个参数一个是用户名一个是密码从上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吧 哎也能看得出来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数据的一个提交啊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数据的一个提交 就添加这个呃添加这个参数来参数的名称参数的值 那再再往下呢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设定好了之后要想实现参数化那下面呢必须呢要做另外一个事就什么呢进行数据的一个创建 那批量创建数据呢是我们做自动化测试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而且呢刚刚呢大家也看到了刚才呢这个过程里边呢这个数据呢它是那个程序的登录啊登录它是需要 多个文件的多个数据的对吧哎是两两项数据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家看一下我们呢用一个数据表这个数据表的格式呢应该是CSV文件 那这是准备成长的他支持的一种数据文件方式啊CSV文件 用这种方式呢比如说大家看啊用第一列 第一列表示用户名用第二列表示密码 第一列表示用户名第二列表示密码 以这种方式呢去创建这个什么呀创建CSV文件 创建CSV文件创建完了之后呢怎么让他呢就是说呃一个一个都能对应上 啊这个时候呢就准米特呢他的这个过程呢稍微的复杂一点 啊他需要通过准米特里边的一项内容叫做函数助手功能啊函数助手功能 通过这个东西呢编写函数调用的一些呃命令 然后呢去才能调用外部的数据文件啊 他是要通过这个东西才能调用外部数据文件 那在这里边呢他的这个简单的过程啊 简单的过程就是选择这个函数 那在这里边呢因为呢要实现参数化 而且我们参数化的过程呢又是一个表格文件CSV的 所以呢在这儿呢就是选择一个函数功能 这个函数的功能呢是CSV read看到了吧 哎这呢一会给大家去演示 那紧接着这是第一项啊 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说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要注意啊 测试的时候要注意那选择数据的时候呢 首先第一个这个CSVCSV文件啊的名字是什么 哎我们得把它这个文件入境 以及它的这个名称写在这儿 第二个啊第二个CSV文件里边啊 我们从哪一列去读取这个数据文件 因为呢它有两列 大家这里边呢就得就是回忆一下 我们以前的学这个数组的时候 数组里边第一个元素 下标都是几啊 都是零哎那没错在这里边呢也同样用到了这样的一个原理啊 我们先读取用户名这列文件的时候 哎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从第几列呢去第零列 大家看这个列号了吧 哎从第零列开始读取 那么当你把这两个值设定好了之后呢 在这儿啊注意一下啊要生成一个啊生成一个函数调用的字符串啊生成一个函数调用字符串啊那么这个字符串呢也就意味着哎通过调用这个函数啊通过调用这个函数然后从指定的文件里边指定的列去读取数据 在这里边呢可以从第一列读也可以从第二列读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得设置两个啊设置两个那么设置成这个之后做什么用呢 下一个步骤啊下一个步骤啊下一个呢就是说又得回到我们的这个http请求设置里边 我们需要呢把以前是常量的位置现在呢都用什么代替呀 来看一下以前常量的位置现在都用什么呀变量去代替啊 那么用户名因为是第一列所以呢后面这个csev文件读取的时候应该是下标是从零开始啊 然后因为密码呢是第二列所以呢在这里面读取的时候是从 一开始吧啊这是一那一的话呢代表第二列零代表第一列啊完事之后可以呢调试一下脚本啊因为这个过程呢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 那么调试的过程中呢就发送请求啊发送请求你有几列数据他呢就应该对应调试或者说进行几列这个操作啊 并且呢要保证每一次请求啊因为呢比如说他要读取所有数据嘛读取所有行 那么请求一次换一行请求一次换一行那这里面呢去观察和记录他每一次请求的时候参数是不是真的在变化 这能理解吧哎相信这个功能大家之前在死里你们里面也用过吧 对吧好那一会呢咱们做一个演示啊稍后咱们做个演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